台中是一处立体停车厂的工地 在礼拜天的下午发生了暴力冲突 而且现场竟然用挖土机攻击人 造成了一名诚信操作员四肢受伤 还好当时有其他的工人用挖土机阻挡 才没有让伤害扩大 辖区警方获报赶到 发现双方是因为施工路线引发了投降 被害人坚持提出伤害告诉 原警也以现行犯将核性操作员逮捕 挖土机在进行地下工程 这里是台中市中区一处立体停车厂的工地 在五号下午居然有挖土机操作员发生冲突 直接开怪手打架 工地人员低调不愿多做回应 但有其他工人表示 当时负责挖土机的诚信操作员和核性操作员 因为施工路线意见不合 双方引发口角 最后核心男子居然就用挖斗攻击对方 核心操作员意图攻击对方的肉身 诚信男子惊险逃生 还好当时有其他三名工人 赶紧用挖土机制止 才让这场团战落幕 被害人在逃命过程 造成右手指挫伤 右脚踝扭伤 工地发生挖土机团战 消息传到网路 不少网友惊呼 灵感来自钢弹 台中人连工人都比较凶 还好冲突发生地点 一旁就是派出所 警方获报三分钟内赶到现场 由于被害人坚持提出杀人为碎汉伤害 告诉原警先将核心嫌犯 移送地检署侦办 索性整体冲突 没有造成其他人受伤 也没有导致工程延误 台南沿水月金港灯节 今年碰上了疫情而停办 连带着周边配合灯节设置的船屋 也跟着闲置下来 全白的设计耸立在水面 白天看相当的素雅 不过一到了晚上配合着灯光 惊吓指数攀升 有人说好像鬼月在放水灯一样 让民众只喊好阴森 天色昏暗 四周近的可以 眼前小屋引发无限遐想 加上微微风吹来 树枝摇晃恐怖氛围 似乎正在蔓延 不少人都有这么点感觉 但场景换到白天 奇怪氛围差超多 引发讨论的就是台南 盐水水绣桥 沿线的白色小屋装置 有民众说一到晚上 白色床屋就莫名有种阴森感 像水上板蒙阿波 也像鬼屋 甚至鬼月放水灯 只是对比晚上阴森吓人的感觉 白天看圆弧造型 加上纯白色系 又变得可爱淘气 当地有著名的月经港登节 床屋就是为了登节设置 本来计划才贵 但今年碰上疫情停办才跟着闲置 由于周边没什么灯光 晚间才意外引发联想 活动明年有机会复办 到时候改造美化将有不同风情 记者黄富奇台南报道 肯定的知名饭店在昨天晚上突然发生了停电事故 当时旅客是正在餐厅吃饭 没办法了 就好客难开启了手电筒摸黑泳餐 影响了心情 也有旅客跳出来抱怨 而饭店第一时间竟然是没有人处理 饭店指出原本以为是台电这边出状况 事后调查才发现 原来是由小动物跑到电箱里取暖 才造成跳电 事后也向客人表达了最深潜意 饭店餐厅一片无奇马黑 民众开着手电筒客难用餐 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吃的是什么 肯定知名饭店6号晚上无预警发生大停电 当时刚好是用餐间风时段 旅客抱怨饭店第一时间竟然没人处理 都没有人出来说 等我离开然后回去那个饭店的大厅 他才说好像是台电 一直找原因后来找才找到是台电 进来我们的那个高压电的系统掉掉了 从晚上6点开始停电 直到接近12点才恢复供电 听了5个多小时 事后饭店也在官网发出公告 指出是因为台电接户电 高压电力保险丝跳脱造成停电 似乎想把锅甩给台电 对此台电出面澄清 台电指出是下渡的高压电设备 显出状况 造成供电端的保险丝熔断才会跳电 时候也等到对方换好设备才开始供电 饭店也出面解释 原来疑似是天气太冷 有小动物跑到电箱取暖才会造成跳电 饭店除了表达歉意 也向旅客祭出优惠 尽全力做出弥补 接着苏世伟 评农报导 受到疫情冲击 客运业者陆续停驶部分的路线 从台气客运改民营20年的国光客运 除了疫情 还因为南回铁路通车的双重影响 载客量大幅的减少了 而现在他们也宣布 从明年元月1号起 要停驶高雄到台东市的路线 只开到大午就会返回高雄 这让当地民众跟游客都感到十分惋惜 国光客运7号一早 还是照常到指定位置来等待客人 不过在站牌上却贴了一张公告 上面写到国光客运 从明年元旦1号开始 将停驶高雄到台东市的路线 只开到大午就返回高雄 让当地民众跟游客觉得很惋惜 受到疫情冲击 越来越多民众选择自驾出游 以及原本从高雄到台东市的1778路线 与南回铁路重叠 都让国光客运决定缩始 南回铁路电计划让往来高雄跟台东市区少了一项选择 当地民众担心恐怕也会渐渐影响游客来台东玩的意愿 不过台东监力所表示当地仍有17条客运路线可供民众转程 不必担心无车可坐的窘境 就刘林祥台东报道 没关系 便宜刘 徐游客 你们来说 有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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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药 有种药 有种药